相信,那麼多廣東人對冬天的期待都非常一致 就是繼續穿短袖衣服,最多是穿上長褲 長袖?別玩啦 廣東人哪會穿長袖啊? 是呀 你穿長袖嗎? 我不穿,你穿長袖嗎? 誰會在廣東的冬天穿長袖啊? 穿得長袖,就不是廣東的冬天啦 搞笑 但大家都知道,今年廣東竟然是禮真的 華鋼溫的第二天,不是 應該說華鋼溫的當晚下半夜,就真的開始降溫了 還要是速動,滿26-22那隻 以前讀書的時候,老師問 哪個城市,就夜溫差大,我會回答烏魯木齊 現在我長大了,才知道這裡提的答案原來是廣州 但其實,廣東降溫最受傷的不是廣東人,而是友情人 曾經的我認為,廣東降溫,感情升溫 天寒地凍之下,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穿了幾件外套,感覺好像不夠暖 就唯有跟寶寶說 寶寶,我很冷啊,不如我們早點捐皮鬥吧 捐皮鬥之後好像也不夠暖 唯有又跟寶寶說,寶寶,我很冷啊,我可不可以抱著你睡啊 喂,那她也冷啊,所以她不是說,你就抱吧 接著,你就可以回她 那我就不客氣了 然後,抱著抱著抱著就... 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我錯了 錯了,錯到離了大嫂 廣東情侶在冬天的同居生活,一點都不溫馨 甚至可以說是有點殘忍 從早上睜大眼的那一刻開始 兩個人就開始明爭暗鬥 明明平時起床搶廁所搶得要生要死 喂,寶寶,你先讓我去吧,我趕著上班啊 我又要上班了,快點走開 哎呀,我發紅包給你,你先讓我去吧 我才不要你那幾號紙紅包啊 我今個月全勤就差今天了,走開 喂,不行了,我就來賴啦 你就賴咯 你失去的只是一條褲 但我失去的就是全勁掌握 你相信我吧,我很快就出來的 我相信你死人頭啊 你死我死東我,整半個小時 你為什麼要有這麼多死我呢 一到冬天,就互相牽扬 相敬如一看的才有陰謀 寶寶,你夠時間上班了 快點起床去廁所吧 我還不想起床,不如你先去吧 但你再不起床就遲到了 乖,快點去廁所吧 你先去吧,你不急事嗎 你不是每天起床都急事嗎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一點都不急 你不急了嗎 其實呢,你是不是想我先去廁所 幫你坐熱馬桶圈,然後你再去廁所 蛤,為什麼你會知道的 因為我也是這麼想的 還不快點起床去廁所幫我坐熱馬桶圈 哦 以前的我,又怎會想到 有朝一日女朋友跟我吵架 不是因為朋友圈 而是因為馬桶圈 早上喊完,各自上班 到了晚上回到家繼續喊過 由於在廣東 冬天的室內是永遠冷過室外的 所以,每一個廣東人回到家的時候 就好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 會冷到開始出現幻覺 啊,神經病,怎麼回到家還可以這麼冷呢 啊,如果這個時候有一部可以制暖的機器就好了 最好不要就可以制熱,然後行溫制暖 不會太熱,又不會不熱 雖然沒有冷氣都可以制暖 不過開了一整年,肯定很大層 現在這麼冷,免得洗濾網 但不洗的話,我經常關門關窗 很容易焗出病 啊,如果那部機器不單可以制熱 還可以殺菌除塵,那就完美了 不過,幻想歸幻想 我們廣東人最實質的取暖方式 還是洗澡 所以,一到夜晚 廣東情侶就無可避免地開始爭洗澡房 寶寶,你先讓我洗澡,約了人上婚 你好了啊,你早上跟我爭廁 晚上就跟我爭洗澡房 你讓我不行嗎? 不行啊,我真的很冷 萬一到時我凍親感冒傳染給你,不要吧 那我凍親感冒怎麼辦 到時我買藥給你,來吧 當然,我知道你們肯定同時想到同一個答案 可以完美地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兩個人 你們的想法雖然很值得欣賞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若果你家裡用的是煲水式電熱水器 你也不要說兩個人一起沖 一個人沖也可能不夠用 你還未開始洗頭洗臉,上處於熱身階段 可能水就已經不熱了 就算你頂得順,繼續沖 你沖完出來之後,你的另一半也不能沖 因為電熱水器要重新煲水 而這個過程大概需要等一小時 真的很影響兩個人之間的感情 寶寶,我也想蓋皮 當然不行,你還未洗澡 但是,對於廣東情侶來說 洗澡也不是最大的考驗 關燈才是 我相信,絕大部分廣東人的家都做不到像酒店一樣 剛好床頭就有一顆鍵可以關燈 既然沒有 那就只是睡覺前要下床關燈了 眾所周知,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愛好 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機 尤其是冬天 皮鬥又溫暖,手機又好玩 這個時候你叫我下床關燈? 下床是不可能下床的 這一輩子也不可能下床 那誰下床關燈就有時間爭辯了 寶寶,今晚… 你關燈 喂,昨晚說好了,昨晚我關燈,今晚你關燈 前晚我關燈你關燈,結果變成我關燈 那你別猜我一次 那前晚你去完廁所,回房,經過洞門 走過燈,一直以托托的手,按了一個按鈕 也很合理,對吧? 那是不是我幫你關燈? 那你也欠我很多錢,沒有還到 那你愛不愛我? 愛… 愛我你就去關燈吧 那你又愛不愛我? 都愛的 愛我你就去關燈 但我覺得你愛我多一點,所以你去關燈 你…不要啦,很冷啊,我不想出鼻鬥啊 冷你就開暖氣機啦 我們家裡什麼時候有暖氣機? 我前幾天買了,你看 大深HP06空氣淨化暖風扇? 是啊,這款很好用的 又輕又好看,制熱還要超級快 最重要還是可以淨化空氣,除夾傳 還可以實時監控空氣質量 我看了說明書,它竟然還有強勁噴射功能 配備專利Air Amplifier技術 和360度環繞功能 可以每秒噴射290星潔淨空氣 覆蓋房間的每個角落 快速滯暖,真是很厲害吧 大深HP06空氣淨化暖風扇 不單可以在冬天快速滯暖 還可以在夏天輸送涼風 做到滯暖、淨化、循環三合一 那豈不是一年四季都適合? 真的不錯,那HEPA及活性炭組合濾網有什麼用? 我們冬天不開窗、不開門 很容易滋生細菌 而且我們走出走入,很容易帶病菌有屋 有了這個濾網,可以有效過 99.9%的H1N1病毒 活性炭濾網還可以吸附本 和宜氧化淡等其他有害氣體 和灰塵、花粉之類的超微小火粒 空氣清新一點,人都健康一點 嘩BB你眼光真的好 買了一部這麼好用的暖風機? 那你現在肯去關東嗎? 立刻去!